字幕志愿者,当初,自己的方法 Hello,我是Rainbow,我是一个香港画家 在我艺术绕用中,我画了很多不同的风景,场景,街景 有时我会用水彩画,有时都会用电脑的小时画 在我的藝術練習中,我希望可以帶出一個故事 令到我的觀眾去看這幅畫的時候 可能都會聯想到我自己的記憶 或者有一種感覺在裡面 其實這兩幅畫都會在我接下來的PMQ展覽展覽 這個展覽背是在五月尾到六月中 這個展覽的展覽是《神光之前》 《 before dawn》 其實兩幅畫的感覺都有點相似 在說深夜到早上之前的一段時間 我這個collection of work其實也是想探索一下 我好像在街上沒有人 有一點很安靜的感覺 在這場景裡面會有什麼想法呢? 我們會做什麼呢? 那我就想在這個展覽裡面探索一下 因為水其實是很多元化的 你濕一點畫和乾一點畫的效果都不一樣 所以畫水彩的時候真的要控制濕度 還有怎樣把它化一點或者乾一點畫的效果 就比較多東西可以去experiment with 或者有更多的variation 喜歡在一個安靜的地方去創作 Immersed自己在那幅畫的創作過程裡面 通常我其實平時在街上走 都會一直拿著一部相機 或者可能是電話也好 到處去拍不同的相片 Bucket list 我想我會想親眼去看一些很出名的藝術家的作品 印刷品啊 跟真的看那幅畫的真跡很不一樣 Try to live in the moment 尤其是好像畫畫 我們都是創作的時候 是真的要live in the moment 去真的創造一件事 那我希望我在我的人生上 都是可以practice 到這件事 可以了